财团法人柏佑社会福利基金会数学教学影片 93年第二次基本学历测验选择题第29题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如图直线L1、L2、L3分别为方程式Y等X加A Y等负X加B、Y等于C的图形 好,这个图在XY的直角坐标平面上有三条直线 第一条,蓝色的L1、Y等于X加A 第二条呢,黄色的直线L2、Y等于负X加B 第三条,红色的L3、Y等于C 好,然后下列有关A、B、C大小关系的叙述何者正确 好,我这里有A、有B、有C 好,题目问A、B、C它三个数的大小关系是怎么样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试着来解解看这个题目,好不好 好,那我们从这个图形上 蓝色的直线L1、黄色的直线L2、跟红色的直线L3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没有办法知道A、B、C它的大小 对不对 那怎么样来判断呢 来,我们先来看看 蓝色的直线L1 它跟坐标轴 X轴的交点在这里 Y轴的交点在这里 我们先试试看 把它的点 直线跟坐标轴的交点的坐标 标出来看看 它里面应该会含有A 然后,L2它跟坐标轴S轴的交点在这 Y轴的交点在这 我们也把这两个点 坐标标出来看看 里面应该会出现B 最后呢 再将红色的直线L3 它是一条水平线 跟X轴没有交点 然后跟Y轴交于这一点 我们也把这一点的坐标标出来看看 里面应该也会出现C 我们先做这个动作之后 再来看看能不能比较出A、B、C三个数的大小 好吧 好,来第一个 我们来看看 L1 L1 Y等于X加上A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跟坐标轴的交点 好不好 来,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 Y呢是等于A 对不对 然后Y等于0的时候 Y等于0 X呢是等于负A 好,所以呢 它跟Y轴的交点叫做0A 所以这一点 L1跟Y轴的交点叫做0A 有没有出现A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跟X軸的交點叫做-A0 這一點叫做-A0 是不是也出現A了對不對 再來看看黃色的這一條L2 黃色這一條L2 它是Y等於-X加上B 那我們來看看它跟坐標軸的交點各是什麼 X等於0的時候Y等於B Y等於0的時候Y等於0X就等於B 對不對 所以L2跟Y軸的交點叫0B L2跟Y軸的交點叫做0B 是不是有B了對不對 那跟X軸的交點叫B0 在這這一點叫做B0 好來最後我們來看看紅色的這條水平線L3 它叫Y等於C 那它是水平線嘛 所以呢它跟X軸會不會有交點 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能求什麼 是求它跟Y軸的交點 跟Y軸的交點 X等於0Y呢 是等於C 對不對 所以L3它跟Y軸的交點叫做0C 是不是也出現C了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 我最後題目要問什麼 問ABC它的大小關係嘛 對不對 那我可以從哪裡看得出來 很好喔 你看看 我們看X軸上面 有-A0跟B0 欸 只有A跟B對不對 是沒有C 所以是不是沒有辦法比較出ABC的大小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看Y軸的話呢 欸 這裡有0A 0B 0C 欸 太棒了 是不是ABC都有了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比較出ABC的大小關係 好那我們就看看Y軸上的這三個點喔 來0A在這 欸 遠點0是在這裡 所以 向上十都是正的 所以A是比B大 又比C來的大 對不對 所以 我由我的圖形上看得出來 A呢就大於B 又大於C 好 好 A比B大 比C大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四個選項 好 A選項 A大於B大於C 是正確的 好 所以 同學 我們這一題的答案 就是選A 這個選項 A大於B大於C 柏佑基金會 謝謝您的觀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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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